今天,我们要讲几个小故事,一个比一个精彩,请一定听完。 请问,发现型靓女,您最近有什么新的发现吗? 是的,我发现,现在美国和中国有不少人患有怀疑别人恋爱精神分裂症。 这话怎么讲? 有不少人,只要看到你同大富豪接触,就认为你想同他家人有恋爱或亲密关系。 他们脑子里,没有其他的东西。 他们完全不知,大富豪正在投资项目,而你正好有项目,只不过是可能的正常商业关系。 互惠互利。 而这些人,却是心怀不轨。 居然用什么不要脸等这样的误会语言来,加以侮辱。 而他们却是偷你项目,偷你钱的帮派。 真正的不要脸。 您说的这个,我也发现了,他们另一个目的就是因为,他们怕你如果有恋爱对象,他们就再也没办法用所谓的行为不好为由偷你钱了。 请问,发现形样女,您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? 是的,我发现,世上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很坏,很蠢。 但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。 这话怎么讲? 他们想办法让你生活处于困难境地,让你为了改善困境没完没了的创造项目,然后,抢走。 得来完全不费功夫。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,你做的项目,居于常常被抢,再也没有什么真正革命性,创新性,赚钱快的项目了。 甚至再也什么都不做了。 而他们为了达到自己得卑鄙目的,居然做出无比卑鄙的事儿来,比如,让你没地方住,或给你下药等等。 请问,发现形量女,您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? 是的,由于我发现,事情都很准,还有不少人前来请教呢。 是吗?说一个例子,让我们听听。 我的一个朋友,有一天做了个梦。 说他梦见,毛泽东主席不知道听到什么,非常高兴。 他吩咐道,玉凤,小梦,快! 把恩来叫来,咱们好好庆祝一下,打一把百家乐。 人到齐了之后。 周恩来总理看到毛主席这么高兴,就问,是什么让主席这么高兴。 主席说,你们不知道,小荣子很受老奖们,和他们的超级富豪的待见,正按照我们的期望。 我们实现国家的统一,要缩短不知多少时间。 说着,主席来个一个八,一个九,很大了,加起来是七,另一边来了个Q,一个K,是零。 眼看就要赢了,可抓到最后一张牌一看,是个八,在百家乐里是个猫,不是猫咪的猫,是熊猫的猫。 正在这时,毛主席的警卫员突然跑进来,说,报告主席,小荣子显被暗杀,子弹从左眼打入,绕了个圈,从右眼跳出。 主席立即将手上的酒杯摔到地上,骂道,你娘虽屁,前功尽弃,千载难逢。 口里念道,副作义先生,可惜啊,他们只知道,偷钱和抢钱啊。 士兵又说道,放枪的是,咱们自己人,他看小荣子这么受老将待见,嫉妒他,说他是叛徒。 于是,做了个局,上来就是一枪。 后来,我见到小荣子,他说他再也不干了。 我问他,为什么呀? 他说,因为,没人有见识,和水平能懂他正在做的。 他恐怕活不到国共统一,就被当叛徒毕掉了,而且还是自己人干的。 他说,他在被暗杀前一天,收到了一个电邮,是美国总统,甘乃迪在游行时的车里,被暗杀的照片。 他还给我讲了个故事,说,你知道郭永昌是怎么死的吗? 郭永昌,是中国著名和物理学家,在中国的原子弹的实验和成功发射中,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他在飞机失事之后被发现,双手抱紧一个大书包,里面全是重要的和机密文件,但人已被烧焦了。 这么忠实的人,居然因为他知道的太多倍。 好了,别的不多说了。 我的朋友说到这里,问我,你说这梦应该怎么解啊? 我告诉他,他没有必要,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枪子了,时代不同了,都在弄钱。 请问,发现行靓女,再讲一个,我要休息一下了,太伤心了。 好吧。 他说着,便把手放到我耳朵上,怕别人听到。 我发现,在美国,中国特务和美国特务搞栽在一起,专门欺负中国人,和美国公民。 就是为了抢钱,抢项目。 真的? 那美国特务,也对美国公民抢钱,人家以后不再去美国了,美国不是要有问题了吗? 你说的没错,现在中国富豪都不去美国了,都去新加坡了。 那里,国家保护个人财产权,不然,人家辛辛苦苦赚的钱全被抢走。 你看新加坡有多富你就明白了,人家有多聪明。 这么一个小国,人均GDP居然有十万美元。 这才叫有大智慧和大聪明。 而在中国,抢了人家的钱,还自己认为是爱国呢? 吓得富人都跑了。 我的一个朋友,还要现身帮助美国解决这问题呢,被咱们同袍骂成叛徒,还差点挨一枪。 因为,他挡了这些人同美国人抢钱发财之路。 靓女,快别说了,我好伤心,我得赶快回家看看,我的钱还在家里吗? 拜拜。 千万要闭嘴。 靓女,快别说了。